有什么是你过去梦寐以求已经得到的东西 我觉得我得到了一个完整的家 这个其实是我想要的东西 得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妻子 得到了一个可爱的孩子 得到了温暖和慰藉 我觉得我也是吧 得到一个家 我小时候就喜欢唱一首歌 就很喜欢一首歌叫《我想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 对我来说婚姻曾经就是家的代名词 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跟你结婚了 因为我从小跟我外婆住在一起 有时候吃过饭 我外婆就会说 走去你妈妈家玩 我跟我外婆住的地方 是表姐妹表兄弟的 只要她们来县里读书都住在那 所以我感觉的不太像是 自己的家 可能外婆说到你妈妈家去玩 也让你感觉到 其实那也不是你的家 对 我渴望有自己的家 老爷 希望有人爱我 我能感受到 现在的我当然是比以前更加成熟 我觉得遇到你我还是很幸运的 你是一个好人 我小时候会觉得 一个人他只要不抛弃我 他只要不抛弃我 他只要不抛弃我 他就是 当然这跟我的原生家庭有关系 从小就被抛弃了 男姐子是一个非常给人安全感的人 你像他出差出去 他电话没电了 他一定要接同事手机给我打电话的 他从来没有消失过在我的生活中 直到今天15年了没有消失过一天 嗯 嗯 很多事情吧 你刚开始去做是因为爱 但是时间久了以后就成了习惯 就比如不管他出去多晚 我会给他开门 他不回来的时候你会自己先去睡吗 我一般都在客厅等 就是等到他回来 然后给他开完门 然后再去睡 对 哎呦 其实在这个婚姻的前几年 我是非常讨厌我自己的 我从小我的家庭中充满了抱怨 没有谁对谁满意 我的印象中我们家人互相都不满意 我有两个父亲 一个是我的身父 我对他毫无印象 唉 然后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我们家没有一个人不恨他的 我们家庭成员几乎每一个人 我的亲戚都要在我面前说他坏话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 他在我心里面 是一个魔鬼一般的存在 我小时候我们家人给他起的外号就叫魔鬼 所以我从来没见过他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他有一次来找我 到学校 我非常恐惧 躲在教室里用板凳砸他 我也没有看清楚他长什么样子 在我的成长中他从来没有任何的参与 我对他所有的了解都来自于别人的 我童年是别人的转述 长大之后我也知道 恨他的人是不会说他一句好话的 但是我相信人是立体的 人是复杂的 人是丰富的 因为我跟我妹妹重逢之后 看她的朋友圈 她说我亲生父亲 会在他生病的时候 开几百公里去买一碗他爱吃的面 去买一碗他爱吃的面 可是他听我一定是在老师 他来说我应该帮他吃的面 我老师 喝了一个 人当什么人 他都会被人唤我 那网友 你把事件是很困难的 你就要帮他 散开我 只能做个家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部分我这段婚姻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治愈的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对我来说 是一个太阳 见到你的时候是照样出生 一直 照亮我的人生 我要说一句我一直不敢说的话 你对我来说是一盏 每天亮着的温暖的灯光 曾经在我非常恐惧的夜路上 照亮我 但是你我分开的真相可能是 你有没有想过 我可能不再那么害怕走夜路了 对我发现了 我长大了 其实那天我们在大峡谷 你主动要求去骑这个摩托车 我就知道你其实已经更成熟了 包括我们去坐直升飞机 但是跟这盏灯 没关系 这盏灯 它是温暖的 它是 你明白吗 我知道 我觉得不是这盏灯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也不是这么说 我觉得 如果我没问题 没有没有问题的人 对 我也想过 我们分开之后 你会不会 再害怕 我觉得 可能会有可能 但是 那天我看你自己勇敢地 跨上摩托车的时候 慢点 左转 别怕 没事 我觉得 基本上可以放心了 然后 然后以后的话 出去把钥匙装好 不要再丢了 不要再找不到了 下一题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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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